第426章,兰奇校长的心理咨询预约又变多了。 随着最后一阵黑雾消散,赫尔罗姆监狱赴五层的回廊再次恢复了平静。 曾经的战斗仿佛只是一场瞬息即逝的梦魇,此刻,只剩下大爱诗人独自站在这空旷而幽静的回廊中,周围仍旧是那静默的石墙和淡淡的骤印灯光。 他默默感受着自己最新获得的印记,以及获得三个印记之后,自身灵魂似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有点类似于人类过度使用恶魔魔法文的副效果。 至于无妄印记,可以说是目前得到的三个大魔族印记里的最强印记。 对于纯法师几乎派不上用场,可对于喜欢用召唤物的法师会效益颇高。 他的大爱诗人,光耀美德,美妙音符,何聚便郎,四个史诗召唤物,全部得到了无妄印记的增幅。 虽然幅度不大,但无妄印记,毕竟只需要占掉一阶的灵魂空间,绝对是超强印记。 果然,魔族是一个非常容易看出强弱的种族,印记一眼都能看出大魔族有没有用。 以后有个印记,千万不能拿。 大魔族试炼告一段落,蓝旗看向了在地上彻底昏迷过去的梅里沙点玉关。 刚才和幻影大爱诗人说闲话时,他就已顺便用手环呼叫了赫尔罗姆监狱急救,心想着也快到了。 赫尔罗姆监狱的基础层有着特殊的急救部门,专门的医护人员和治疗职业者可以赶赴任意一层。 但是他们不能在监狱的危险区踏足太深,一旦超过安全距离,赫尔罗姆监狱方面也将不负责营救。 蓝旗和梅里沙点玉关所处的位置便是赫尔罗姆监狱急救能够抵达的最深处位置。 还好之前在这里叫停了他,不然凭大爱诗人的力气,根本没法把他搬回来。 大爱诗人叹息着,没有在原地等待多久,他身后靠近入口,传送大厅的回廊方向终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回过头,只见赫尔罗姆急救部门的人员已迅速赶来,带着救援装备。 在对大爱诗人点头致意后,医疗队的救护人员们迅速地来到梅里沙点玉关身边。 他们动作专业,迅速地评估了梅里沙点玉关的状态,并稳稳地把他搬上了救护推车。 根据他们的判断,梅里沙点玉关的生命体征并无危险。 不过梅里沙点玉关这个样子很奇怪,有点不容直视。 出于职责,为首的医护队长还是决定询问一番将他们换来的黑发绿童少女。 非常感谢你的及时救难。 请问你知道梅里沙点玉关小姐具体是遇到什么情况吗? 我觉得,她是在这父母曾工作负荷太重,以至于有了一些心理方面的压力无人诉说。 如今终于承受不住了。 大爱诗人回忆温和的微笑,答道, 她自然不会告诉其他人梅里沙点玉关的隐私。 明白了。 医护队长拖着下巴,点头。 根据他们的推断,梅里沙点玉关也确实像是受到了什么精神刺激。 他们其实并没有发现高领之花一般的梅里沙小姐会有这么大的痛苦,险些出现事故。 另外,等把她治好之后,请告诉她,如果想寻求心理咨询,可以到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鸿蒙德楼,每周一三四,下午两点到五点可以接受预约,至于愿不愿意,全权取决于她。 大爱诗人想了想,对为首的医护队长说道, 没问题,我们一定帮你把话带到。 医护队长回答道,医疗队也开始准备离开。 他们小心翼翼地推着唐游女骑士的救护推车,沿着回廊离去。 大爱诗人静静地站在原地,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回廊的转角。 他轻轻转身,继续朝着目标的出口传送大厅走去。 现在这一层的监狱,就是一个单纯有点远的迷宫。 半小时后,副五层出口传送大厅的中央,四位实习预警尽首于此。 他们的眼神不时地扫尸大厅外的迷宫,等待着最后一名同伴。 由于副四层传送门的影响导致了分离,他们都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会合。 最先抵达出口传送大厅的事,已经变成了人类的大魔族安塔纳斯。 他的特性就是防御型法师,幻影也没法对他造成多少威胁,一路躲避便来到了出口传送大厅。 修伯利安更是擅长逃跑的好手,幻影根本追不上他。 他们在出口传送大厅等了一段时间,两名霸天教士也抵达了此处。 大爱诗人本身角力和体力都是最差的,看来其实位置也非常远。 你在担心他吗? 安塔纳斯依靠在镜旁的墙上,他的姿态显得相对放松,因为重获自由的他,就是一位横行的八阶强者。 他注视着修伯利安的表情,语气带着一丝关切。 在他看来,这姐妹俩的感情可以说是相当好,一分开就只想着对方。 确实是有点担心,不过,修伯利安的话语断断续续,说话间,他的目光也在不断地在大厅外的迷宫回廊里寻视,寻找着黑发绿铜身影的踪影。 周围的大厅虽然昏乱,但两人的声音在静谧中显得尤为清晰。 不久前,他刚看到手环上的新通知,由于副五层点鱼官临时伤病原因,当前层级的实习预警考核做出了调整,实习预警可以直接从副五层前往副六层,无需继续当前层级的考核。 这种记事感,让修伯利安很害怕,是蓝旗遇见了点鱼官,然后一言不合跟点鱼官打起来了,接着害惨了点鱼官。 修伯利安也不敢瞎预测什么,他就是心里害怕。 经过一段焦急的等待,传送大厅外的回廊上一道黑发绿铜的身影,终于逐渐显行。 大爱诗人不急不缓地踏入传送大厅,看到修伯利安的时候,带着些许疲倦的翠绿眼眸明显亮了几分,就像找到了导航,终于不用再自己努力寻路了。 可以看到这一层囚犯的名单列表了。 他来到修伯利安身边,笑着说道,其他人想必等他许久了。 接下来,在这赫尔罗姆监狱赴五层的最终目的,便是找到被关押于此的第二位大魔族。 本章完。 第四百二十七章,蓝旗和霸天主教只是过命的交情罢了。 你刚才来的路上遇到什么人了吗? 修伯利安第一时间抓住了大爱诗人的小臂,担忧地问道。 我顺利抵达了入口传送大厅,然后见到了点狱官,但是在相遇之前,他就已经伤得很重了,然后我为他叫了医护,把他送回了基础层。 大爱诗人给他讲着先前分散是自己的遭遇。 呼,那就好,那就好。 修伯利安舒了一口气,仔细想来也是,一阶的大爱诗人怎么可能把这一层的点狱官伤到呢?明显是巧合。 随着蓝旗的抵达,副五层传送大厅的几人立即开始了正式,关注手环上深红色的光芒,显示出了这一层的囚犯信息。 在列表上,并没有找到普拉奈这个名字,但是有一位名叫辛诺拉的囚犯,其后还附带着不亚于安塔纳斯先前在名单上的警告和标记。 原来这一层的大魔族是破法之辛诺拉,那真理之普拉奈就在负六层了。 蓝旗确认后对安塔纳斯说道, 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普罗托斯帝国会把辛诺拉关在这一层里。 安塔纳斯点头,感叹道,你对破法之辛诺拉很了解吗? 蓝旗询问,身为反战派的冰雪魔女与破法之辛诺拉,还有真理之普拉奈都不算关系多好,冰雪魔女的情报也很有限。 而且,这两位大魔族本就不是命运女神教会的营救目标,反倒是同为魔族保守派安塔纳斯,与这两位大魔族会更熟悉些。 当然,因为辛诺拉她的天赋魔法比较特殊,她能再见到一次法术之后,开始对其逆运算,一旦成功,下一次再见到这个法术的瞬间便能将其瓦解掉。 所以,比她弱的法师几乎没法和她打,一轮法术用完基本就废了,打得越久越绝望。 安塔纳斯摇头,从她苦涩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每次交手都会被辛诺拉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除了史诗级法术,辛诺拉没法将其轻松匿运算,以及神圣级法术破解起来有些许难度,其余的法术几乎都是见过一遍之后就再也没法对她造成威胁了。 她补充道,怪不得普罗托斯帝国要把她关在无妄的绝灭站。 兰奇有所谎悟,按理说,这么强大而棘手的敌法师大魔族应该很难关押的才对,但偏偏赫尔罗姆监狱富五层刚好是对辛诺拉的天然牢狱。 在这一层的破法之辛诺拉,是当时魔族的新一代虐菜王,单挑对上比她弱的法师,没有输的可能,但她本身也是个法师,会被大魔族试炼无妄的绝灭站召唤出的幻影辛诺拉暴打,完全走不出牢房。 如果破法之辛诺拉逃出牢房,那么她就会被更强的幻影追杀,反倒是牢房成了她难得的安全区,比较克制破法之辛诺拉的便是纯物理职业,例如西格利德那种是破法之辛诺拉的天敌。 而这一层的梅里沙典玉冠作为防御型骑士,也不怎么怕破法之辛诺拉,或者说她如果要在无妄的绝灭站里对上辛诺拉,只需保持自己不死,辛诺拉就会很快死掉。 我想做个假设,如果让你和破法之辛诺拉合作,去对付一个巴结法师,你们能赢吗? 蓝旗沉赢了片刻,再度看向安塔玛斯,她不太好评估破法之辛诺拉的具体战力。 因为辛诺拉对上法师,和对上战士时的战力,差别太大了。 两名霸天教士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神色很是感动。 他们清楚,圣子大人时刻都在为了主教大人考虑,就算敌人是寂灭主教,也没有半点畏惧。 她大概多强? 安塔纳斯神色凝重了许多,她大概能猜到,这位巴结法师,就是她在离开赫尔罗姆监狱后,需要为公主应付的大敌了。 毕竟巴结之间的差距也巨大。 曾经魔戒还在的时候,大魔族里面就有那种不怎么擅长战斗的,也有强的变态的。 如果是全胜状态,塔利亚能扛过十分钟,就算成功。 蓝旗想了想,评估了一番阿斯克桑的实力。 按照南大陆那边新一套的等级来估测,强巴结实力的塔利亚可能就是82到83左右,而主教级实力的阿斯克桑大概率有87甚至88。 安塔纳斯虽然听了想说什么,但仔细一想,觉得意外地形容得很生动,能让他清楚理解到那位敌人的强度。 那还是打不赢,强得太过分了。 安塔纳斯摇头,这种人类抛开九阶,恐怕只有当年魔族最强的几位将军才能对付。 他们几个活着的都是更偏向后勤的大魔族。 安塔纳斯他自身的实力比塔利亚还要弱一点,新洛拉道士和塔利亚差不多强,并且特性上克制法师。 但明显与那位敌对法师的硬实力差距太大。 安塔纳斯没信心帮助新洛拉撑住一轮的攻击,令新洛拉能够维持到破解对方的大部分法术。 加真理之普拉奈呢? 那倒是可以试试,我们三个一起上的话,连帝国大贤者伊西斯都要头疼。 据安塔纳斯所知,普罗托斯帝国现在的最强者就是原初石板光的持有者伊西斯。 明白了,蓝奇闻眼点头,大概心里有了数。 他不确定三天后的主教票选上阿斯克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但就按照全胜状态来算好了。 蓝奇会给这位对手最高规格的尊重。 休伯利安在一旁紧皱着眉头,他现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好当着两位霸天教师的面问蓝奇什么。 他感觉蓝奇是在认真分析战略,在伊克里特学院的时候,炼金院的大家就都喜欢分析战略。 以及蓝奇提出了一位假想敌当作参照。 休伯利安有点不确定蓝奇提出的巴结法师是否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不过很快,休伯利安就平息了自己的猜疑。 蓝奇本身作为普罗托斯帝国的大人物,也是秩序的维持方,不可能主动在主教票选当天与帝都赫尔罗姆高调先捉,引发大型动乱。 蓝奇和他的计划是与三名魔族达成协作,完成与霸天分支的交易,互不亏欠。 他们就可以回爱瑟泰兰王国了,没必要做到完全掺和进复生教会的内战。 毕竟蓝奇只是和那个叫希德的女人有些交情,不至于为了霸天主教那种可怕的人物,真的赌上性命。 本章完。 第428章,蓝奇发现竟然还能再继续优化。 赫尔罗姆监狱副五层传送大厅的众人,稍微停歇沟通后,便踏上了路途。 确认了接下来的目的地,由安塔纳斯带领,暂时离开出口传送大厅, 沿着监狱副五层的道路前往新诺拉特殊牢房。 按照手环上深红色文字的指引,前往破法之心诺拉牢房的最佳路线展示在了他们眼前。 他们现在也能清楚地看到大魔族破法之心诺拉被关押在监狱副五层的哪一个牢房。 新诺拉的牢房距离出口传送大厅不远, 而有着节节覆盖化的情报系人员安塔纳斯引路, 他们也能比较安全地避过安塔纳斯的幻影。 等下我们见到新诺拉的时候,你就站在门口, 千万不要靠近,只要他对你有敌意, 你就赶紧退出去,我挡在你前面。 安塔纳斯一边领头带路,一边对大爱世人说道, 他基本是把塔利亚的女儿也当做了自己的干女儿, 即使没有契约,也一定保护他。 没问题,兰奇点头,暂时他解释不清大爱世人这货的问题, 只能等之后回了学校再给安塔纳斯看到他的本尊, 还有大爱世人是召唤物这一事实。 哎,如果你是男孩子就好了。 安塔纳斯突然叹息道,为什么这么说? 兰奇不解地看了安塔纳斯一眼, 他确实是男的,但安塔纳斯不信, 你们知道,破法之心诺拉为什么喜欢闭着眼睛吗? 安塔纳斯注视着兰奇和修伯利安问道。 兰奇和修伯利安对视了数秒,都困惑地摇了摇头, 冰雪魔女根本没讲过这一点。 不过兰奇先前画出的画像, 破法之心诺拉确实是处于闭目状态, 原来并不是累了,而是他常态下就不喜欢睁开眼睛。 麻烦安塔纳斯小姐你讲一讲。 修伯利安说道, 你先猜一猜。 安塔纳斯压低了声音, 就像本来就已经很想给两人讲了。 修伯利安发现, 安塔纳斯好像是个特别八卦的魔族, 比冰雪魔女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怪不得安塔纳斯和塔利亚的相处得好, 肯定是安塔纳斯喜欢在一旁唬嗑, 塔利亚就在一旁听, 这可比塔利亚平时孤单艺人靠在躺椅上看杂事要充实得多。 一般来说, 喜欢眯着眼睛的都是怪物。 修伯利安寻思着, 他看过很多画本与小说都是这样写的, 也可能是辛诺拉的眼睛有童数, 一旦开眼就会进入全新的阶段, 变得无比强大。 修伯利安努力猜测, 不, 安塔纳斯听完摇了摇头, 辛诺拉其实很不擅长应付男性, 每次见到长得好看的男性敌人就会下不了手, 所以久而久之, 他选择了闭上眼睛, 就算会自降战力, 也比在战斗中受到干扰, 犹豫不决要好。 修伯利安不好评价了, 你们老魔剑真是群星闪耀, 你和塔利亚这么像, 如果是男生的话, 应该会相当好看, 加上你的气质还比塔利亚更好, 一定能扰乱辛诺拉的心绪。 安塔纳斯大概想象了一下, 观察着大爱诗人的脸, 补充道, 这样啊, 兰奇向安塔纳斯平静地回应, 他只当是听了一点魔族趣闻, 没打算多说什么。 自从被安塔纳斯误认为了大爱诗人, 而且解释不通之后, 兰奇就有点觉得塔利亚这张脸有点副作用了。 现在他更是发现塔利亚这张脸确实是负战斗力, 可能还不如他的本尊直接来和大魔族们谈, 魔戒班子竟然还能再继续优化。 修伯利安困惑地盯着黑发绿童大爱诗人, 回忆着兰奇原本的模样。 他心里对男性其实一直没有帅或者不帅的概念, 因为大家从小都一直说他的父亲是最帅的, 搞得他觉得其他男性都差不多。 不过总是听到身边的人对兰奇的评价, 兰奇应该不输给米盖亚公爵。 你为什么看着我? 兰奇带着一丝疑问, 对上了修伯利安的眼神。 没什么? 修伯利安连忙移开了视线。 放心好了, 我会和破法之心诺拉谈妥的, 等会儿你就在牢房外等着我和安塔纳斯就行了。 兰奇本就有着信心, 无关自己此刻是怎样的外貌。 他们所经过的监狱区域道路错综复杂, 甚至来到此处之后, 已然看不见其他执行预警的踪迹, 牢房被厚重的金属门锁住。 两侧的墙壁由镜膜缸构成, 外侧布满了厚重的咒印。 这些咒印像呼吸一样规律性地亮起和熄灭, 不断循环。 遵循着手环上的地图指示, 安塔纳斯带领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走廊, 成功地找到了新诺拉的牢房。 这间牢房与其他牢房的门飞仍旧没什么区别。 但是,此刻他们已经知道, 牢房的内侧空间一定与寻常囚犯的截然不同, 有着绝对的加固, 不可能通过武力轰开。 在门口支付完勤务点, 伴随着金属的扭转声, 门边复杂的密封机关开始层层解开, 并由那儿外散发出气雾。 直至完全打开后, 原位置留下了一层半透明的结界, 隔绝着牢房内的一切声息。 安塔纳斯和大爱诗人也准备好进这间牢房了。 等会儿小心, 千万不要乱来。 修伯利安松开了大爱诗人的小臂, 对他送别一般地说道, 虽然大爱诗人是不死之身, 但如果兰奇在这种状态被杀死, 也会真切体验一次死亡。 谁都不知道以兰奇意志支配的状态下, 是否会对他造成灵魂损伤。 与安塔纳斯这种性格稳定的大魔族相比, 新洛拉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他真会残忍下手。 放心吧。 兰奇注视着他, 咧嘴一笑, 逐渐把心神和注意力从普罗托斯皇家学院那边移到了赫尔罗姆监狱这边。 对他来说, 几乎是眨眼功夫, 回过神来就发现被迁到了目标牢房门口。 修伯利安盯着兰奇那刚回过神, 明亮的双眼, 不知为何, 有些发了。 那熟悉的双眼除了清澈, 刚才一闪而过的瞬间, 修伯利安好像看见了翠绿的恶魔童。 大爱诗人确实是恶魔童, 但应该是蓝色的才对。 仔细盯着兰奇看, 又发现那确确实实是人类的瞳孔, 他不明白刚才那瞬间为何会产生错觉。 这种感觉就连当初在炼狱回廊学院, 执掌雷电的灰光恶魔校长身上都未曾体会到。 本章完。 第429章, 洛伦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赫尔罗姆监狱赋五层, 新洛拉特殊牢房开启的金属虫飞外。 修伯利安目送大爱诗人跟着安塔纳斯走进了牢房的半透明节节之中, 不禁为他们提心吊胆, 就连他们先前在炼狱回廊学院都未曾接触过真正的陌生古代大魔族。 冰雪魔女深知修伯利安是在人类社会长大, 不了解魔族国度的文化, 以及位于上层那些魔界大贵族的性格与形式风格, 所以格外为他强调过。 对于魔族来说, 剥夺其他圣灵的生命不需要理由, 也不会有愧疚感, 仅仅是他们产生了莫名的想法, 那就会去做。 哪怕魔族有时候看起来可以隐藏住本性, 尝试装作人类, 实际和人类只是长相相似的两种人形生物。 根据冰雪魔女所说, 破法之星诺拉和真理之普拉奈都是性格偏向凶利残忍的大魔族, 在他们眼里, 不止人类, 连弱小的魔族皆是蚂蚁, 若对他们有半点冒犯, 连死亡那瞬间都不会有察觉到。 进入特殊牢房内的普罗托斯人, 对于破法之星诺拉和真理之普拉奈来说, 即使什么都绝口不谈, 也是他们的死敌。 也许安塔纳斯可以阻挡住片刻星诺拉, 可安塔纳斯被星诺拉克制得太厉害, 几乎不能指望安塔纳斯的保护太多。 一旦开口提出想将他们以奴隶契约带出牢狱的想法, 他们定会陷入暴怒状态, 甚至强行破除结界封锁, 不顾一切冲出牢房进行追杀都有可能。 因此, 站在牢房外, 仍旧十分危险。 修伯利安绷紧了神经, 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万一情况不对, 他要在第一时间回收大爱诗人, 然后带着大爱诗人跑路。 高纬度观测空间中, 冰雪魔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冰雪魔女看到大爱诗人带着安塔纳斯 进了副五层一间牢房, 即使无法得知牢房里的状况, 他也知道了牢房里关押的是什么东西。 不是说了, 不要去招惹新诺拉和普拉奈吗? 他明明已经给修伯利安 把危险性解释得那么清楚了。 他不知道, 为什么修伯利安还要听认着 那个叫兰奇的小子乱来。 就算兰奇能控制那个 和塔利亚长得一样的召唤物, 对新洛拉也没有半点用。 新洛拉又不是安塔纳斯 那样的公主亲友。 从先前修伯利安和大爱诗人 还有安塔纳斯 在副四层的谈话来推断, 现在他们几个在普罗托斯 过得并没有压力, 能够顺利地把安塔纳斯带走, 根本无需把破法之星 诺拉和真理之普拉奈 都放出来当吸引火力的炮灰。 冰雪魔女不觉得修伯利安 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孩。 她充满了理性, 应该很清楚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唯一的解释 只能是修伯利安对那小子 太过无条件信任了。 洛伦 冰雪魔女死死地瞪向洛伦。 她的眼中 有一种自家宝贝弟子 被坏男人给骗走了的愤怒。 而那个坏男人 就是洛伦亲自教出来的学生。 洛伦埋着头 假装在观察着 赫尔罗姆监狱的地形 实则已经汗流加倍, 度秒如年。 她实际也不清楚 这次神官任务的具体情况, 但是大概能感觉到 冰雪魔女的沐浴。 蓝琪明显正在带着修伯利安 在做一些非常作死的事情, 甚至无视了冰雪魔女的告诫。 洛伦猜得到 北大陆那边的状况并不好。 这几个月 南大陆这边的毁灭主教 伊万诺斯和 修复主教法默 都变得活跃了起来, 复生教会的谋划还在继续。 而且确信 接下来北大陆那边的 命运女神教会 没有半点余力 来到南大陆这边。 正是因此, 亚洛兰王国那边的朱利安娜 没有余力离开亚洛兰王国。 即使她说了几次, 准备要亲自来 赫顿王国这边找她, 和她谈论一下 先前关于约会和学术访问事故的事, 也因为时局而没能实现。 这也让洛伦缓了一大口气。 朱利安娜要是跑来伊克里推找她, 赫顿王国她应付不来的女性 恐怕全部都坐不住了。 还好朱利安娜 不可能真的按照那个荒唐的赌约 和她再往都约会, 不然怕不是直接爆炸了。 退一万步, 如今北大陆和南大陆的僵局 短时间不可能打破, 算是某种平衡啊, 让他们这些同盟的八阶强者 不能随便乱动。 不过, 兰奇到底又在整什么活? 节育者和官摩, 石板课题有关系吗? 洛伦唯一能庆幸的, 只有兰奇 只是伊克里特贤者院的学生, 不是他亲自带出来的弟子, 真要出了大事, 不至于牵连到他 作为大神官的教会这边。 这么一想, 虽然现在很难熬, 但熬过这场考核,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圣奇市长困惑地看着冰雪魔女, 又看着洛伦,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 感觉看洛伦就对了。 智友, 你遇到什么困扰了吗? 圣奇市长自语着, 大爱诗人跟随安塔纳斯 一走进新洛拉特殊牢房, 陷入了一片幽暗封闭的空间, 仅有的光源, 是穹顶通风口的微弱光亮, 在这空旷的空间中, 投下了一束束朦胧的光柱。 在这昏尘的光影中, 模糊的人影, 静静地坐在牢房的最深处。 它拥有着一头夜幕般深邃的长发, 柔顺地垂落在肩头, 除开魔族特征, 肤色苍白, 如同月光下的霜雪, 身上看起来没有过多的锁链所限制, 只是田静地坐着, 眼眸安然闭着, 仿佛不愿见识这个世界。 它的姿态显雅, 背脊笔直, 双手轻轻地放在膝上, 即使它身穿着带有数腹皱印的球衣, 其仪态仍让人感觉它穿着一袭长裙。 但它身上的强大气息, 弥漫着死神般的魔力, 不露声色, 却足以令任何生灵胆寒。 尽管这样, 安塔纳斯和大爱诗人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而是继续朝它走去。 新诺拉对两个时席预警的到来, 没有任何反应, 不在意两人的到来。 如果没有安塔纳斯的情报, 令兰奇很难想象, 这样一位魔族闭幕, 是为了掩盖弱点。 就像一开始, 兰奇在南万提纳领域到塔利亚时, 也很难想象她的胃口那么好。 本章完, 第430章 兰奇和塔利亚的绯闻又变多了。 安塔纳斯缓步向前, 走向坐在牢房深处的新诺拉, 始终让大爱诗人站在她身后。 她周身有着多重防护结界, 即便面对新诺拉的突袭, 也足以抵抗住。 新诺拉与那古朴的椅子, 看起来就像这座封闭世界般牢房的中心。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双眼, 虽然未曾睁开, 但也能感受到那种穿透心灵的力量。 新诺拉, 安塔纳斯的声音在昏暗的空间中回荡, 尽管保持着平静, 但却隐隐透露出谨慎。 变化数, 人类有着24小时的冷却时间,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监狱, 她不能轻易解除掉, 否则只能明天再走了。 然而, 破法之新诺拉的动作出奇地迅速和凌厉。 在她的名字被对方呼出的一刻, 她的身影瞬间变得模糊, 随后出现在两位实习预警面前。 新诺拉的手中不知何时已出现了一把造型奇特的法杖, 并尝且带着利刃, 既像战己又像巨斧。 她的动作灵活而熟练, 长己直接朝着安塔纳斯和大爱世人的身体横向劈卡而过。 刀刃划破空气, 发出尖锐的破风声。 整个牢狱相距数十米远的金属墙壁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切痕。 新诺拉的攻击不留一丝情面, 显然她这一下斩击是想立刻将两人拦腰斩断。 但安塔纳斯的应对同样完善, 她身上闪烁起树重防护结界。 这些结界在新诺拉的致死斩机还未接触她的瞬间一亮起, 发出耀眼的光芒。 新诺拉的锋刃与安塔纳斯的魔力护盾相碰, 猛地发出震耳欲聋的暴鸣声。 光芒和能量在牢房内爆发, 投射出交错的光影。 安塔纳斯抬手为护盾攻击着魔力, 只有前几层护盾被击碎, 抵挡住了新诺拉的攻势, 并未让身后的大爱诗人受到任何伤害。 新诺拉,等等。 安塔纳斯刚再次开口, 新诺拉就打断了她。 她再度举起法杖, 想要用出威力远大于刚才照面一击的近身连斩。 破法之新诺拉的武器, 是一把可当近战武器使用的法杖。 对于她这种敌法师来说, 有时候对上法师, 抓住敌人的破绽, 近身砍脆皮一刀, 也许会比用法术攻击更直接有效。 而她自身最擅长的攻击魔法, 也是切割型伤害法术。 强化近战, 同样是她在努力弥补, 自己对上物理战斗直实的不足。 你很强吗? 新诺拉感觉到, 对手是两位女性, 终于睁开了那双深红色的双眼。 这一刻, 安塔纳斯感受到了一种深入灵魂的杀意, 从新诺拉身上散发出的气场却无比可怕, 她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为她的存在而振战。 对于新诺拉来说, 杀戮不过是和近视饮水一般的日常所示, 无需多余的情理摄入, 光是因为对方是两个普罗托斯帝国人, 就足够她下手了。 新诺拉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话语, 手中的战级法杖在刹那间划出数十道光影, 对眼前的女人挥出了暴风般的连斩。 新诺拉的攻击虽然凌厉, 但安塔纳斯提前准备好的防守同样坚固。 一时间, 牢房内变成了一场巴结大战, 铸铁厂的光芒雨的碰撞在封闭的幽暗世界内不断回响, 刮开阵阵剧烈风浪。 我是安塔纳斯。 安塔纳斯对新诺拉高喊, 新诺拉的突然出手也令安塔纳斯感到了怒火。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公主, 她都有点想放手一搏和新诺拉打一场了。 就算正面打不赢, 她可以把新诺拉骗出牢房, 然后全力把牢房堵住, 让新诺拉的幻影来杀新诺拉。 新诺拉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是在骗她, 毕竟对手很强,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程度的实习预警, 稍有放松攻势, 可能就会陷入劣势。 直到安塔纳斯使出一道封锁新诺拉行动的结界, 长官一样的六面淡蓝光幕笼罩在新诺拉的身形旁, 随着她下意识地将其逆运算, 光幕似玻璃般破碎消散。 新诺拉突然愣神停手, 止住了手中的战机, 困惑地望着眼前两道身影。 虽然她怎么都感觉这是两个人类, 但是对方刚才使用出的结界魔法, 确实是自己破解过的属于安塔纳斯的魔法。 一般的狱警不该有强盗能挡住她正面攻击的七阶, 八阶存在, 也就那个叫梅里莎的典鱼冠有些难缠, 怎么打都打不死, 怪恶心的。 新诺拉不知道安塔纳斯是用了什么手段, 伪装成了人类, 不止自己丝毫探查不出来, 甚至能瞒过普罗托斯帝国和赫尔罗姆监狱, 扮成狱警来到她的牢房找她。 而站在后面那黑发绿铜的女性, 无论刚才她们两个大魔族的战斗爆发得怎样突然, 她都没有半点动容, 只是平静地望着她们。 明明从魔力感应上来看, 应该是一个零阶或者一阶的监狱文职人员, 却淡定得有点过分了。 安塔纳斯? 你投敌了? 新诺拉眉头微醋, 思索了片刻后, 几乎只能找到这个最合理的解释。 我没有背叛魔族, 我们是来救你的。 你看看那是谁? 安塔纳斯当即否认, 只向身后的大爱诗人, 她不想再跟新诺拉打起来, 否则自己杀意涌上来, 可能会真的抓住机会杀了新诺拉。 站在远处的大爱诗人, 已经卸下了面罩, 她朝着新诺拉走进几步。 昏暗的牢狱中, 新诺拉将视线从安塔纳斯如今陌生的脸庞上 移向了那道黑发绿铜身影。 阴影攀附在其脸颊, 只有那翠绿的双瞳格外清晰, 直到她走近, 来到了光珠的照耀下, 终于能够看清她的相貌。 新诺拉惊讶地握紧了战机, 塔利亚。 随即, 新诺拉又很快摇了摇头, 她非常确信那并不是塔利亚, 气质相差太大, 仅仅是相貌相似罢了。 至少塔利亚不可能露出这般清净温和的眼神。 要是塔利亚能这么温柔, 恐怕早就嫁出去了。 但问题又来了, 如果眼前这黑发绿铜少女是塔利亚的后代, 不就说明塔利亚成功嫁出去了吗? 一想到塔利亚要是能嫁个帅哥, 新诺拉就感觉牙齿都要咬碎。 本章完。